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的营 猪八戒的爱情故事一直都很失败 但是它在西游记中的形象又非常的有趣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一部 猪八戒到人间寻找真爱的荒唐故事 在不知某年某月的小山村里 七只妖出来作乱 但憨厚的村民却不知他们是妖 只是把他们当成了坏人 然而人们都祈求上天能派一位英雄来这里救村民 这边在神仙的世界里 天鹏元帅迎来了一场战役 作为主帅的天鹏 独自来到深海和虾兵蟹匠对抗 一会儿被长相丑陋的鳗鱼店 一会儿被长成惊的大螃蟹攻击 在大战了三百回合之后 大螃蟹被天鹏肢解 最后它还来了一个爆烤小龙虾 嗯 这香味真是吃货们的福音呢 胜利归来的天鹏心中 只有自己的月曦姐姐 但这个月曦仙女 天鹏根本就没有见过 只是遇到了月曦头上的七朵花 七朵花幻化成了仙女 整天跟在天鹏身后 之后天鹏找月老帮忙 可月老让他先帮忙 收复人间的七个妖怪 这样才能见到传说中的月曦 天鹏当然是很乐意了 于是就变成了朱灵 坐着水窖 开心的来到了人间 但是他的法术却消失了 还和七个妖怪成了哥们 之后他就给自己找了爹妈 看着这么大的儿子 老两口那是激动的不要不要的 而这边的女汉子朱月曦 正在追杀七妖中的大嘴 却不想天鹏一出现 大嘴就被抓住了 之后天鹏就成了村里的英雄 但是天鹏却对人间这个月曦 很是疑惑 他怎么可以占用 自己女神的名字呢 之后七朵小花 也来到了人间帮助天鹏 不过这七朵小花 却被月曦迷得神魂颠倒的 于是月曦就带着他们 来到饭店吃饭 遇到了村里200多岁的长老 他们也许是被阎王忘记了吧 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被收走 为了让健忘的长老吃饭 天鹏竟然直接拔起了人家的骨子 长老吓得赶紧逃跑 之后七妖中的老二来救大嘴 但却被武功高强的月曦抓住了 可天鹏也受了伤 于是月曦就用竹叶为他疗伤 两个人还手拉着手 腻歪在了一起 七朵小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村民 村民就说拉手会大肚子的 他们还在外面 聊得不亦乐乎呢 七朵小花以为天鹏和月曦在生宝宝 就过去加油助威 没想到意外让月曦发现他没有受伤 于是月曦就大骂他是骗子 离开了 伤心的天鹏躲在山洞里伤心 最后在妈妈的开导下 他才走了出来 为了帮儿子找到媳妇 夫妻俩打算教儿子学习谈情说爱 而七朵小花也跟着打岔 天鹏在得知小花 可以和月曦亲亲抱抱举高高的时候 就开始白日做梦 把自己想成了七朵小花 不过之后他还是鼓起了勇气 厚着脸皮找到了月曦 月曦带着他看见了自己的男神 而这个男神就是人间供奉的天鹏元帅 这让天鹏高兴得不要不要的 在知道月曦喜欢的英雄的时候 天鹏就让七妖装死 自己趁机获得女神的芳心 但七妖看到美丽的月曦 魂都没有了 并且把月曦推进了天鹏府 天鹏着急地冲进去解围 却被月曦当成了妖怪 而他也被七妖打得爹妈都不认了 最后在一阵神曲后他才恢复了原样 之后七妖来到了月曦的酒馆 但月曦并不在这里 月曦的父母就给他们上了一条有毒的鱼 这时天鹏找到了月曦 看着满脸伤痕的天鹏 月曦也心软了 还吃了天鹏带来的爱心饼 回到家后的他们就遇到了爹妈在庆祝 原来他们以为一条鱼就可以杀死七妖了 没办法 杀死七妖的机会只能留给天鹏了 之后天鹏的父亲就来到大街上 喊出七妖还把他们骗到了一个木桶中 几人在经过了大桶的神走为止后 差点掉入悬崖 还好七朵小花救了他们 但意外还是降临了 天鹏和月曦一起掉入悬崖 还好有小花们的帮助 他们才捡回了一条命 之后两人就开启了狂虐单身狗的模式 但七妖还活着 于是他们大战了起来 天鹏的神像也被他们打翻了 混乱中月曦头上的发疏掉了下来 瞬间变成了猪八神器 杀了七妖 天鹏也身受重伤 而小花们却收走了七妖的魂魄 之后天鹏被带上了仙界 原来被收的七妖是天鹏的七个恶念 月老想用他的恶念 享受爱的权利 这时的天鹏才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他拿着自己的神扒和月老对抗 但月老却抓住了月曦 天鹏想着自己和月曦的点点滴滴 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爱上了人类的月曦 于是他牺牲了自己救了月曦的生命 之后天鹏却被阎王给复活了 而他也升官家绝 但是此刻的天鹏却看淡了名利 他想要找到月曦幸福一生 此时月曦出现在了仙界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月曦仙女 两人从此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这算不算是猪八戒此生最美好的爱情故事呢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